垃圾車將整車的垃圾倒在空地 五六個人穿著雨衣 七手八腳在垃圾堆徒手翻找 因為有人把三十萬白花花的現金當成垃圾丟了 清潔隊還出動怪手開花 還好半小時後 順利在一袋塑膠袋內找到現金 三十萬現金一毛都沒有少 遺失的是苗栗市場的豬肉攤商 這些錢是這兩天市場擺攤的收入 還有四天廉價做生意的零用金 一號收攤時可能太忙太累 居然不小心把裝著錢的塑膠袋 當成垃圾整包丟棄 甚至還等垃圾車來整包往車內丟 事後攤商女兒準備拿錢 是發現錢不見了才驚覺事情大丟 那後來我們發現的時候 大概隔了五分鐘左右吧 我們把那個垃圾車倒在一個空地上面去 所以真的也很感謝很感恩 還好清潔隊給力即可救援 派人派機具地毯室搜尋 好在三十萬順利召揮 讓攤商老闆娘的心情像洗三溫暖 感動得都快哭了